为了落实社区营造在地化 沙鹿区公所协助社区培训人才 以沙鹿地区席日的七大传统聚落为范畴 邀请专家来分享与解析各地区的历史文化与环境产业等等的脉络 并且安排户外踏查 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规划激发社区民众对社造的想象 文史工作者在台前讲解在地的历史征魂 也吸引许多社区民众到场聆听 为了落实社区营造在地化 沙鹿区公所今年特别成立社造中心 委托辅导团队来协助社区培训人才 而第一站就来到陆聊社区 跟学员们来分享在地的永泉文化 那今年一共有六个社区 加上一个个人得到文化局的补助 那除了这个社造点的一个计划执行外呢 我们还很特别的要走遍 沙鹿地区的七大庄头 希望可以把每个庄头 它的一些资源特色 还有呢很多的一些发展议题 可以把它找到 公所表示 追思引沙鹿地区 席致的七大传统聚入为奋酬 像是沙鹿的帕布拉平埔族文化 陆寮天然泳泉 南市坑的史前文化移植等 有请到专家分享与解析各地区的 历史文化以及环境产业的脉络 并且安排户外踏查 希望启发学员对社造的想象 沙鹿社的帕布拉 属于因为是在地的文化 我们能够将我们帕布拉的一些文化 把它保存下来 就是做我们的文化集 一些社造顶 跟那个一些我们的社系在 连接在一起 能够慢慢自己做 以后做我们的导覽 或是深度治理 有很多民众他不知道 但是这个泳泉却是 就是当初民众他们的生活的饮用水 所以说对他们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文化根源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 透过这个活动 让那个社区这边的一些礼民 对社区的一些文化 有更深入的了解 国所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人才培力课程 做了帮助潜在社区 挖掘出丰富的人文特色 与独特的在地性 也能让社区居民动起来 一起激荡出创意虎花 成为未来设造工作的基础开端 这是从汉台中采访到